不会游泳的话就围鱼了 海谷遍地的悬崖洞站你可见过 这里是乌江 白米 绝壁之间的一处神迷洞穴 当我独离神匠进入其中 映入眼帘的竟是随处火焰的白骨和器具碎片 难道在匪犯猖獗的年代里 此处发生过难以想象的悲剧 跟随我的镜头一探究竟 哇 那个去 这位面也太多了吧 这边是乌江 今天我们要下的悬崖洞就在这个下方 大概下去一百多米 才能到达这个洞口 这上面做好了毛点之后 在我的下方就是一个悬崖洞站 这边下去大概在一百米左右 我现在开线下去 今天是我独立一个人探索 下这种的话 万一掉下去 直接掉到水里面 不会游泳的话就围鱼了 在这个地方 发现这种湿干蓝 哇 好厚的叶子 这里很多这种药材 我们丢一个石头 让你们感受一下 听到这个水的声音了吗 我现在是完全挂在了这个悬崖洁壁之上 这个洞穴就在我下方 这里有一棵树的那个位置 就是那个洞穴的入口 因为从这里进去也是一个副角度 非常的难搞 所以今天又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从下面过来看上去是很近的 但是这里是有水 也没办法钉盘上的 我从这个上方锁江下来 已经到达了这个洞口 在我的身后就是这一棵大树 在我的这边 就已经能够看到这个洞穴了 在外围的地方 有这个城墙存在 那么我现在需要最后一个点 就能到达这个洞穴了 这边是一棵大树 现在正在这个洞口的树上 我们从那个大树的位置下来了 这边能够看到这个古寨子的门 这是一个石墙的结构 这边也是人为哪些一个石墙 它原本呢 这个下面呢 是通到这个乌江的 看这个江面 绿油油的水 我们丢个石头 拼一下 很喜欢丢石头到水里面去 搞一个 这里下去大概还有40米左右 我们现在进到这个载子里面去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门槛石 这个更完整的一个门槛石 这个洞穴里面感觉是有水流出来 你看那个树叶向外充饰的那种 这个载子还去了会上的简陋 全是一种石头啊 水也累气的 在这个地方呢 能够看到一堵小的土墙 对面也有 这里是一堵小的 然后这里有一堵大石 有一堵大的那个土墙啊 哇 你看这个土墙里面还有这种木棒子 这个能够不能够的抽出来了 看一下 骗个骨骼 是松的 这里面全是这种大木棒 这里面会不会冲出一些宝藏来了 这是完全有可能 在这个里面会发现一些 不为人知的东西啊 它可能就藏在这些石缝里面 但是肉眼是看不到的 看这里有一个碗刀碎片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骨头 哇 这里有雪 这也是一些腿骨 看这个地方 已经盖化了 这边碗刀碎片非常的多 这里还有一个把手 这是一个杯盏 杯盏的瓷器 这边有一个小洞道 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蛋壳 跟鸟蛋 你看 这是个什么牙齿 哇靠 你看 这个动物是吃糖吃多了吗 重铸了啊 这个牙齿 这个牙齿很大呀 这个牙齿很大呀 不知道是个什么动物的牙齿 像这里 看这边全是一种古老的石墙 握了个去 这里是垮他的一个位置 这里是个堆堆 摩了个去 那个里面还有骨头 说明这里面就是 埋了一个人在这个洞穴里面 确实很多骨头在那边 那个缝隙里面是完全能够看得到的 那里还有衣服啊 你看 这地方还有衣服 说明这里面确实是埋了一个人 然后这里还有这个木条 在这边也是有一个 石头围起来的一个围墙 感觉这里像一个灶门 这石头上面咱们的这种煤斑 里面是烧过火的 你看这个碗 还有一个八字 其实挺漂亮的 但是后面好像是没有那么宽的 你看这里又是一块大骨 这里有一个塑料道具 懂个人都懂 不解释 这个洞墙整个不是很大 看上去可能在15米左右的高度 这里面碗多碎片倒是挺多的 说明这里确实是真的住个人 在这个位置发现了一个骨头 应该是屁股那里的一个骨头 我的胆子比较大 随时都是用手去薅它 我们沿着这个东西去往前面 看下来有个平时做主要 这个前面非常有深度 而且在里面很多这种生活期需的吹飘 地上到处都是 哇 看这里有一大根 然后这边还有布 还有这种布料 哇 那个去 这位面也太多了吧 这一个坑坑里面全是的 我的个天 这个位置是一个小洞的缝隙 看在前面有一个洞 我们把相机挡到水里面去看一下 好 兄弟们现在我们已经从这个 乌张悬崖洞的里面撤出来了 现在我正在回撤的过程中 那这里面确实发现了一个堆堆 在里面有骨头 你又不能说那个堆堆的就是埋了一个人 在里面 但是里面也发现了一些骨头 包括一些生活继续碗 陶罐的碎片 但是没有特别的深 只有100米到2门米的样子 整体就这个样子了 那么下面就是这个乌江 确实这里还是有点陡峭 那么本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